8日東北列峰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先來看看圓規的路徑 在上午8時 颱風圓規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偏南 大約是380公里 預料它會向西方向移動 時速大約是25公里 橫過南海北部 而向海南島一帶 與圓規相關的語帶 繼續影響廣東沿岸 現在本港部份地區是吹烈風 早上會漸漸轉吹一些東風 大家要留意 先前受到屏蔽的地方 在轉風的時候 可能會變得是當風 8日烈風或暴風訊號 會在中午之前是維持的 看看雷達的影像 就看到與圓規相關的外圍語帶 是影響著本港的 今天的雨量方面 由午夜到現在 部分地區是錄到超過20毫米的雨量 圓規會帶來大雨 以及可能令到低瓦的地區水浸 市民應該要繼續防範水浸的風險 海面會有大浪和湧浪 所以市民應該要遠離岸邊 以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 我們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是會吹強風至到裂風程度的東北風 離岸和高地間中吹暴風 留意 風向會由現在的東北風漸漸轉吹東風 而晚上風勢會逐漸緩和 天色方面會有多雲 有狂風、趙雨和雷暴 雨勢有時頗大 可以有大浪和湧浪 好了 展望了 未來的一、兩天 日間仍然間中有趙雨 到週末至夏週初天氣會轉涼 看到早上的氣溫會逐步下降